大牌傳出慘叫 以免女子在水面載浮載沉 海巡隊員即刻救援 要找地方讓她上去啦 這裡面很高 但是要找地方讓她上去啦 了解小姐 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兩名海巡人員 將女子拉到石階上 但她的情緒依舊激動 不斷大哭 女海巡隊員抱著安撫 媽媽打電話給我 快點過來 快點過來 沒事沒事沒事 持續了安撫十分鐘 以為女子情緒穩定 殊不適消防員送上來自媽媽的通話 女子再度失控 女子連同海巡人員一起推進水中 其他兩名海巡 以及一名救難人員跳進水中 將女子抓上岸強制送醫 海巡以及消防隊員 費了一番功夫 從天亮就到天黑 順利將她送往醫院救治 情緒非常的不穩 那同仁在送醫圖中 為了安全起見 那一度有路邊停車 然後下來安撫 海巡表示 這名47歲女子 丈夫已經過世 她獨自培養三個小孩 疑似經濟問題 26號下午9號 到彰化完工的大牌企圖輕生 而且現在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2017年的時候 她應該也有來疑問 當時還有做CPR來做搶救 三年前女子第一次輕生 鬼門關前走一遭 還拜託明代感謝海巡的救援 沒想到同樣的情節再度出現 還好搶救得快 沒讓悲劇發生 記者陳盛偉 林委志張志凱 將話報導 到 到 到 谢谢大家